事业又成家庭幸福 又有宝贝女儿在手 如今男神张震是什么都不差了 难怪整天笑容满满 出席活动都不再是以往的高冷形象 开始学会自我调侃了呢 这部11月7日 奶爸张震现身上海 为个人蜡像量身做准备 整个活动过程都搞怪不断分享个人趣事 还自曝因为被称男神 内心一直暗爽 做演员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 然后当然男神就是更加有的冬奥威 我觉得听了也蛮爽的 这样自己在工作起来 也觉得心情比较愉快 上升星都是处女座 所以有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走 男神这么可爱又爱家 难怪粉丝越来越多啦 不过虽然如今已有宝贝女儿在手 但是张震还嫌不够多 希望明年家里能再添一名新成员 但女人还蛮辛苦的 但是蛮快乐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第一个吧 因为第一胎 然后以前没有经验 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因为我这样子的年 小孩这部分真的比较少 所以就是辛苦归辛苦 但我觉得是很享受的 对我太太是想生三个 但我觉得应该生两个吧 所以之后明年 希望明年会 对 就不要相差太多岁 然后我就一次 就一次辛苦吧这样子 对 好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又有宝贝女儿在手 如今男神张震是什么都不差了 难怪整天笑容满满 出席活动都不再是以往的高冷形象 开始学会自我调侃了呢 这不十月七日 奶爸张震现身上海 为个人蜡像量身做准备 整个活动过程都搞怪 不断分享个人趣事 还自曝因为被称男生 内心一直暗爽 做演员这个工作 其实真的挺有意思 然后当然男生 这是人家的同好 我也 我觉得听了也蛮爽的 这样自己在工作起来 也觉得心情比较愉快 上身听都是处女做 所以有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走 男生这么可爱又爱家 难怪粉丝越来越多啦 不过虽然如今已有宝贝女儿在手 但是张震还嫌不够多 希望明年家里能再添一名新成员 但女人还蛮辛苦 但是蛮快乐 我觉得就是因为第一个吧 因为第一拍 然后以前没有经验 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因为我家 小孩这部分真的比较少 所以就是辛苦归辛苦 但我觉得是很想撑 对我太太是想生三个 但我觉得应该生两个吧 所以之后明年 希望明年或 对 就不要相差太多岁 然后我就一次 就一次辛苦吧这样子 对 好 妖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